明昭 青年 参坞 明昭 作曲 作曲 合唱 昏 我人生的態度 臉在無重考桌子 我的父母 古早古早的跟我講 說 做人臉無重考桌子 所以我這種主題 就是 下的 我 人生的中好祭祈祈 我們獎勵給大家來分享 其實她的人生就是教材 雖然說看過她以前的報導 大家都知道說她為了愛歌仔戲 不想去讀書 所以她沒有讀很多的書 但是她的經歷 她的所學 就是俨然是社會大學畢業的教授 從小就因為戲文的關係 都在戲都上演中校結義 所以父母親交代她 心中一定要有中校結義 什麼雅頭三千有心靈 櫻水疏 這都是在歌詞的戲文當中學到的 也是她的父母教她做人的道理 那她不僅從她父母親身上 學到中校結義 她也以身作則 也希望我們能夠朝她這個方向學習 我們只要進來 楊麗華歌仔戲 都知道心中一定要有中校結義 這樣孩子就不會變態 她教我們說 雖然我們沒有非常大愛 但是她就是忠心於歌仔戲 對父母要孝順 對感情要講究節制 節制很多人說 是不是就要相夫教職 三從四德 好八股喔 其實現在的節有很多不一樣的詮釋方式 至少說夫妻的感情一定要很好 意義呢就是對朋友 或者是我們整團的人 大家都要互相很講義氣 我們跟在她身邊學習的時候呢 很多她耳提面面 然後我們自然吸收得到 那這次她會出這本書呢 她是想以她人生的經歷跟大家分享 那我相信很多人很好奇 楊阿姨這一輩子她的點點滴滴 因為她畢竟是名人嘛 所以呢她就藉此想說 也跟年輕人分享 雖然她是上一世代的人 但是我覺得忠孝結義是可以代代相傳的 跟歌仔戲一樣 歌仔戲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戲曲文化 也是唯一的戲曲文化 我們也希望把歌仔戲發揚光大 生生不息 讓國際的人看到我們有這麼優美的曲調 我們也希望把楊阿姨的忠孝結義 散播到世界各地 這本書我是覺得非常值得借鏡跟參考 因為除了她的人生經歷之外 我覺得她會成功 也是因為她心裡的忠孝結義 那你想跟隨她的腳步呢 或者是說能夠學習她的人生經驗呢 那這本書是非常值得你帶回家欣賞的